不可理解 奇怪的世界 太多事情不可理解 自副姑娘 自副姑娘 我帮副院士拿了件新衣服 好漂亮啊 怎么你不记得了 她可是大梅啊 后天就是初期 是相亲的好日子 你准备好了 子福 月文出卖学生 不会的 刚好相反 是她被学生出卖了 她是被学生出卖 其实啊 月文本来也像你一样 是个关心学生的好老师啊 你错得太厉害了 第一 我一点也不关心学生 第二 她一点都不像 关心学生的人 有很多事不可以从表面上来看 你是这样 月文也是这样的 我没有心理障碍 不要说我了 说她吧 大概在三年前 我们学校有个学生 叫杨奇开 他曾经跟黑帮的人有来往 误入歧途 你拿着钱去喝酒 走 我请客 走 美女 上啊 我能学生 我不要想 我考虑你学校 我现在学校 地学校 给你学校 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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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岳文跟他也特别地桃源呢 或者这就叫知音 就好像好汉 没错 岳文千方百计 弃而不舍 终于把他由歧途引导出来了 你没事吧 起来 走吧 他做事的方法这么像我 有一次 大伙说杨几开偷了东西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贼 而岳文则不信 全力地为他担保 哪知道 原来这件事是真的 那后来又怎么样 岳文心里当然非常的难过 被人出卖了 而官府也在通缉他 岳文知道杨几开躲在秦室 就去找他 老师 几开 老师 老师 几开 还是跟我去自首吧 出去跟他们说清楚就行了 我不 我不 放心 官府不会冤枉你的 跟我去自首吧 秦室 难道你不相信老师了 不 不 你出卖我 你去死吧 而在这个时候 别动 官府的人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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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你出卖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走 其实 岳文是想劝他自首的 他到底是谁报官的 是傅院士 孔如老师 后来 岳文变得非常的冷漠 他手上的伤治好了 他内心的伤 是无法医治的 他手上的伤治好了 他的内心 也被埋葬了 以至于后来 他再也没有办法打开 他谁的话都不会相信 不会相信了 心结 根本是打了死结 衣帽布匹 干货水果 都齐全了 你知道的 这第一次见人 利益是不能少的 未来的亲家嘛 只怕呀 我建造了那个女婿 笑得合不拢嘴 那才可笑失礼呢 我怎么总觉得 少了点什么 这个 这两天哪 我有点不舒服 提亲这事 要不然再晚两天吧 好啊 人就一辈子 少女的青春更短 我不可能用一辈子 去等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发生的事情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们说好了要送个人家 一对家传的玉佩的 我都给忘了 还是拿出来吧 哎呀 做人家的岳母啊 真是开心啊 我们不会发生的 我都录信不过 我都录信不过 我要送个人家 不要 我都录信不过 哎呀 都录信不过 我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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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头人 还不像木头啊 你还会硬人 人家帮你把钱修好了 你就好心帮帮人家 我说过 没什么好帮的 那倒是 应该是好汉帮你才对 他希望你重新振作 就赏个脸吧 我说过 我的职责是教书 至于学生本人怎么样 与我无关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比我更不负责任 站住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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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好痛 旧伤 不过不是被学生给刺伤的 小的时候 调皮 爬树 从树上摔下来 伤口有碗这么大 大夫说 八成会变成瘸子 哼 哪知道现在又会走又会蹦又会翻根的 要不是刚才碰到 伤口在哪都差点忘了 有病就找大夫 跟我说干什么 有病的是你 不论伤得有多重 疤痕有多深 可是随着时间过去 疤痕会渐渐地变小 渐渐地变淡 最后 可能自己不刻意去找 根本就找不到 按摩一下 就没事了 看什么 嫉妒 当然了 一辈子看着伤口 摸着伤口 当然永远都不会好 现在不是人家不给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给自己机会 做人做成这样何苦呢 好 知道你不会有反应的 像个木头 以后没柴烧用你就行了 明天子服要去跟人相亲 何心意呢 就选个好日子 选了好日子 就要下聘礼 下完聘礼之后呢 就大红花轿接过门了 接过门了呢 就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三拜父母 接着 阿姨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散开 让开 拉弓 放 好 后脚公布砸稳了 放 就在那边 好 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一次 预备 拉弓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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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走了我的银子 几位 有什么事 来抓人 抓人 抓谁啊 就是这个小偷 他偷了我的银梁 你们别让人都乱说话 我没有啊 不会吧 一定是误会了 误会 老子没有冤枉你 告诉你 我把清月斋的老板爷给找来了 让他当面跟你对质 过来 看看是不是他 五十两银子弄好了那个破骨针 没错 就是他 他哪来这么多钱啊 你别吵了 他上哪去弄这么多钱啊 是不是又去 我最讨厌偷钱的人 是 我是拿了骨针去修理 那怎么样 臭小子 我昨天在大赌方 赢了一百两银子 一出门口就被你撞了一下 银子就不见了 不用问 肯定就是你偷的 你有什么证据啊 好汉 我已经问过街坊邻居 知道你爹是一个小偷 你平时也是跟那些混混在一起 偷鸡摸狗的事你都干惯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没有啊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啊 如果真有那么多银两 他干嘛经常向我们借钱呢 同学一场 你们不要落井下石 好汉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不是 这是我捡的 是我在路上捡的 废话 看到了 现在人赃俱祸 你们 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吧 是 昆野 知道了 来人 拿来回去 大家不要冲动 别过来 别过来 好汉 大家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 好汉 不要冲动 好汉 你不要这样 先把子言放开 不要 好汉 蔡大哥 别清楚 好汉 小心我的学生 救我 好汉 你不要动 好汉 别冲动 子言 你干什么好汉 咱们是同学 快点帮我放开 不要吵 你这是在干什么 不要乱来啊 你给我住口 要我无辜坐一辈子牢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你 你们别进来 要不然就一把火同归于尽 你想跟我玩这种无聊游戏 我见得多了 想吓唬我 我不怕呀 留得秦山在 无法没山烧啊 对 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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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让 好汉 什么事啊 他们说好汉偷钱 好汉不认 他们就要抓人 好汉现在邪尘 子言在里面 好汉还说 要从归于尽呢 不会吧 你什么人 我是这里的老师不懂 里面呢 是我的学生 让我过去劝劝他们 你行吗 行 一定行 我的学生最尊师重道 好汉 来 开门吧 不懂老师啊 歪 歪 歪 谈两句嘛 又不用给钱的 留点面子给我 我好下台啊 好不好 对不对 我都说我的学生 最尊师重道 尤其是听我的话 你再吵我第一个烧死你 怎么样 没话可说了吧 还是走开吧 没有人可以进去 你再不走 要把你抓回去 上 我说了不准进去 就是不准进去 这里是书院 里面的通通都是我的学生 在外面 你们观察喜欢怎么样都行 可是在这里 是老师负责的 这件事我们的老师会好好的处理 不过在没弄清楚之前 我的学生要是有什么损伤的话 告到皇帝呢 也要告诉你们 那你说怎么办 他根本不肯听你的 以我一炷香的时间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但是 希望在我回来之前 不要在刺激里面的学生 拜托 好 多谢 岳文 岳文 救人的岳文 不会吧 选日子也没那么强 找你救命你就跑了 海 岳文 岳文跟我回去 岳文 去哪我都要追到底 跟我回去 岳文 我已经决定离开书院了 你不用处置我 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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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归于尽 好患只相信你一个 只有你才可以 劝服他 我已经 我已经不是老师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啊 他犯了法 抓受制裁 官府抓人 我也没办法 有办法的 相信他就行了 失败了一次 就从此不再相信别人 人生不如一世 十之八九 为什么你老是 记着那些不开心的事 连开心的事都忘了呢 你知道 被人出卖了惨痛吗 别说得那么大声 紫福也被你出卖过 这是我跟他的事 不关你事 紫福的事 不关我的事 那好汉就关我的事了吧 他是我的学生 他说的话 我就相信 虽然他平常会做一些 偷鸡摸狗的事 但是我绝对不相信 他会偷人家的钱 去修理老师的琴 月文 我们不是做一个 学生的老师 是做千千万万学生的老师 不可以为了一个学生 放弃所有学生 如果是这样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老师 这个时候 是你重新开始的好时候 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好汉一个机会 跟我回去 你不用浪费使劲了 我不会回去的 没关系 就当我做了一天傻子 是什么 是你 就是你 天都快黑了 你们赶快给我抓人呐 是 来人 在 抓人 等一等 不懂老师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不是 对啊对啊 马上可以回来了嘛 等 等什么 等你的头啊 等着给你上班好了 要拜就先拜你吧 怎么样 又闻老师呢 回乡下耕田了 明年中秋不用送他月笔 不会吧 那就不用商量了 抓人 是 总之有我在这儿 没有人可以在书院惹事生非 连你也抓回去 你出动装甲兵 我也是这么说 我是这里的院士 要抓你们抓我好了 爹 还有我 对 抓我 还有我们一起抓住宝 别以为你们人多 我就不敢抓你们 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 总差办案 你信不信 我可以不通过衙门 就把你们救的政法 知道 你就杀死我 住手 月文 不懂老师 不懂老师 月文老师 等你好久了 终于肯回来了 他又是谁啊 我师兄 也是书院的老师之一 茶辣哥 让我跟你们的学生 说几句 他要是肯打你的话 再说吧 刚才还有人 办什么万事师表 哪知道 被人囚了一脸的屁 茶辣哥 让我试试 就一次 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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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月文啊 你开门啊好汉 老师 好汉 能让我跟你说几句话吗 你进来 不过只准你一个人进来 月文老师 快点劝劝他 你给我回去 你给我坐下 好汉 好汉 别用紧张 先把剑放下 你别哄我了 你想把我交给官差 我谁也不相信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已经决定离开书院了 是啊 你都要离开了 为什么要关心我 我是小混混 他们都不肯帮我 没有人会开得及我 好汉 先把剑放下 你给我走开 好汉 你想把我交给官府的人 好汉 你没事吧 你别管我 叶维 子怡 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老师 对不起啊 老师 我不想伤害你的 老师没事 老师相信你 老师 你还不知道情况 我是用几十辆 修好了你的琴 但是我没有偷啊 那你的钱哪个来的 我是在后山捡的 原来是这样 我会跟官差说清楚的 你先起来 老师 你不觉得不合乎情理吗 说减就减到这么多银两 说老实话 要是我 我也不相信 行 因为你是我的学生 虽然我不是一个好老师 但我相信 我的每一个学生 都是好学生 虽然你平时可能是一个小混混 但是 从你的情音里我听得出 你的心是清明的 是善良的 就如 你能听懂我的情音一样 不要再继续逃避了 好汉 人始终是要面对现实的 老师已经选择了面对现实 你也跟老师一样 浩瀚 相信我 浩瀚 姐姐 子爷 没事吧 来人哪 把他给我扣起来 慢点 要抓 连我一起抓吧 好汉可以接受审问 但是 我不容许有人诬告他 或者欺负他 这是什么地方 这群都是什么人哪 怎么偏偏对坐牢 都情有独钟呢 这里叫棺子在书院 我们人人称为老师 我不管你这里是什么书院 总之 犯事我就要抓人 柴大哥 他说的是真的 你们冤枉了好汉了 这些铜钱是我的 是我丢在后山的 是啊 我是在后山捡的 姑娘 我知道你想帮他 可是你也不能用 这种方法来骗我呀 一千个铜钱 你到哪去弄去 何况一百两 就这样给丢了 这些铜钱是我存的 每天一个 我已经足足存了三年了 我丢了它 是因为 我已经不想再要了 是啊 我真的是在后山捡的 我经过后山的时候 看见满地全是钱 所以我就捡了回去 你不信可以到花山去看一看 我想现在一定还有点在那儿 妈的 不行 随便跑个人出来 哦 说没偷就没偷了 咱俩回去 言行拷问 四个东西 你找死啊 去香舍利蟹找花姑娘 呀夫人 您怎么来了 你 那个花姑娘雨晴 拿了一百两银子 去买金银首饰 哈 这么巧 我又看见钱袋上 秀着你的名字 一问之下 原来你这个老东西 去喝花酒 喝醉了把钱袋都丢在那儿了 哈 幸亏让我碰上来 要不然 我怎么知道 你去找花姑娘了 原来有人自己弄不见了 就怪人 死东西 都回去再给你散账 夫人啊 夫人 帅大哥 这里好像没你们的事来 不过你要是想再多读点书 明白多点事理 自我增值一下 也无妨啊 收队 走 走 杨极开 你就是三年前弄伤月文那个流氓 那个学生 月文 我想单独跟你说两句 好吧 我也好久没弹琴了 你回来干什么 没什么 专程回来 是多谢你 在牢里的日子 我已经想明白了 你帮的是我 没有人可以帮你 除了你自己 老实我明白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本来我想 我这种人 坐过牢 又没读过什么书 能干什么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你自己 谁也不可以放弃你 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放弃 我已经想到我要做什么 我要学月文老师跟不懂老师 做一个好老师 我读书不成 但是我是你们的弟子 我可以好好练琴 将来成为一个很好的阅理老师 努力吧 你一定会 老师来了 老师 你没事吧 老师 如果有什么人对你有恶意 我不会放过他的 老师 你手流血了 快找东西包下 没事 没事的 老师 真的没事吧 你就是不懂老师 没错 有什么关照 不懂老师 不懂老师 你说得对 雪生 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是一群人的名字 当然说得对 要不然哪对得起我师父 至圣仙师万事师表啊 来 子福啊 准备好了没有啊 哎呀 好漂亮啊 哎 再怎么说啊 相亲也是件高兴的事 笑笑啊 好了好了 都等着你呢 快走吧 哎呀 开心一点嘛 啊 凡事啊都想开一点 别想这么多了啊 开心一点啊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想得那么投入 是什么啊 凉柱的重逢 写好了 写好了 好了 了 还以为你什么都放下了 怎么还是不回答人啊 明白了 还有一件事情放不下 啊 伤口包好了 包得挺好啊 很快就好了 可是 有的时候啊 不要只顾着自己的伤口 也要顾一下人家的伤嘛 啊 走了啊 作嘴说一句 刚才我看见子福姑娘 坐在轿子上 化了浓妆 咪咪嘴的笑 好像去相亲 哈哈哈哈 嗯 真多事 关我什么事啊 不过 也不关你的事嘛 不打扰你发呆了 我搞了这么多事 还搞不定你 那我还用出来混吗 来晚喽 全部搞定 回家睡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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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子夫 以前是我不对 我也知道 我没权要求你什么 可是子夫 你不要去相亲啊 谁去相亲的 院师 子夫他最终是没同意这场婚事 他叫我去把这场婚事给推掉 所以我 我 我得去跟人家解释 我得道歉啊 告辞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事吧 扭到了吗 好一点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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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一首好作品 這首 就是我剛剛完成的重逢 我答應把它送給你 剛才 我以为你向亲去了 我去追你 結果 追到了院士 我知道你沒有去向亲 我現在的心 他总算送了下来 我不知道怎么说 才能求得你的原谅 自幅 不如我们重新开始吧 过去都是我的错 我向你保证 我会 好好待你一生一世的 这种曲子 我是不会要的 自幅 自幅 你曾经答应过我 每天存十文钱 你有没有做到 我 我现在开始存 我重新开始存 太迟了 我足足等了你三年 现在 我给自己的实现已经过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相亲 今天又来这里 自幅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不去相亲 不是为了你 而是我已经死心了 月文 一个女人 死了心 就不会再复活了 再复活 请你公平点 三年前 这段感情放在你面前 你不好好地去珍惜 现在 我只想平平静静地 过下半辈子 我曾经给过你机会 现在 我只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要护身 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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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的手 拉他过来 抱着他 吻下去 一个事迹之吻 那就搞定了 这样也放他走 什么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